对了 张浩让你送过来的是什么东西啊 元秋冬啊 那是干什么的 他 他要在海滩上用元秋冬摆成一个星星 希望天天表白 你干吗 人家都要表白了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你就这么干等着 等着人家花好月圆 两情相悦啊 他被表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别死鸭子嘴硬 自从你知道 周天就是桑德的那一刻起 你就已经喜欢上他了 你别否认啊 你自己想想 你做的哪一件事情 不是因为喜欢他 不论是去剧组送饭 还是亲手下面条 我的天哪 自从年年出去读书之后 我就再没有见过你亲手给谁下过面了 你先别说话 我还没说完呢 包括来训练基地 难道是因为乔一吗 拜托 乔一就是拍点视频素材 用得找你一个CEO亲自出马 而且 你本来就不想跟来的 是因为你听说人家张浩有来 所以你才恬不知耻地跟过来 你想想你平时 多淡定 你的心跳 什么时候超过一百二个 但是现在 都超标多少次了 行了行了 你话怎么那么多 说够了没有 说明你心里住着一个画牢 只是你不愿意承认而已 行了行了 你赶紧想办法吧 我能有什么办法 这就是你的强项了 阴谋算计 你最在行 加油吧 为了你的爱 一定不能让张浩表白成功 真的是累死了 睡也睡不好 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呀 有没有螺丝粉啊 你不觉得你这两天 头发掉的有点多吗 你也发现了 我思路不畅的时候 就会掉头发 但看来这实体体验的效果 还不是很好 好 这样 我给你联系了几个 运动员的采访 要不 我们提前收工 你 我 周天 咱们一起出发 现在就走 我叫自己把车开过来 行李我帮你收拾 我赌你撑不过三天 开心吗 谁说我想走了 谁说我想走了 你不是累了吗 而且不是还思路不畅吗 别想累归累 但这里的环境那么好 生活那么规律 吃得好喝得好 空气也好 我呀 都爱上这里了 其实 我觉得来了这里之后呢 虽然思路一下子没有打开 但我相信这些体验 这些内容的积累 中国会有在脑海中 迸发出火花的那一刻 所以我决定 再多待两天 这叫我油盐不尽啊 凯文总 凯文总 这个是一哥下周的火动安排 请您过目 其中周四的这个 保利品牌秀是重中之中 听说是您在负责这件事 季总走之前特意交代我 让我全权负责 听说季总打算从公司内部 提拔一个副总 因您和季总这关系 看来 低调 低调 来来来 我给你 喂 季总 您在那边可好 保利品牌的秀准备的怎么样了 今天就会过远远当 包括造型师化妆间什么的 都在今天店 您放心吧 那这样 你不用管了 我让周天回去 让他来处理 季总这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不信任我呢 喂 好 不对 一定是周天那个家伙在搞鬼 我必须证明给季总看 只有我开吻才是无所不能的 我一个人可以抵一百个周天 季总 您找我 乔依下周有个品牌活动 你现在回去跟对方确认一下 找下造型师确认下造型 再把乔依的衣服提前选好 发图给我确认 然后再去一下现场 把化妆间的位置确认一下 再把乔依从下车到化妆间 再到红毯的整个时间表路线图 清晰地画出 精确到几点几分 这么多啊 现在就去 对 现在立刻马上就出发 那我今天晚上可能赶不回来了 赶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明天也不用回来了 明天还有其他工作 行 那谢谢季总 我去整理一下行李 行李不用整理了 我找人给你整理 现在直接出发 那个司机在门口 好 我去拿下包 喂 师兄 我临时有点湿气要回去 今天晚上可能也赶不回来 啊 这么突然 不能明天吗 嗯 就是很紧急的工作安排 真的不好意思啊 师兄 你的事情能不能改天啊 哦 好吧 那也只能改天了 真是的 季总 我想再跟您核对一下 首先确认一遍 然后确认造型师 确认造型师过后 确认一下造型 我再把服装的照片发给您 最后再确认一下 下车地点到化妆间的距离 然后还有就是 喂 凯文总 周天 我就是告诉你一声 季总吩咐那些事 我都已经搞定了 你不用回来了 所有的转动动线图 形成安排服装照片 我都已经发到 季总手机上了 凯文总真厉害 您交代的事情 他已经全部都完成了 季总 那我还要回去吗 我师兄今天晚上 找我有点事情 如果没有别的 紧急的事情的话 我能不能明天早上再回去 我可以一大早就出发的 喂 师兄 怎么不回去了 你不用带时间了 那 我们晚上见